我要分享的Case 這個是經期 如果大量出學要小心 會增加缺血性腦中風的風險 對 那這個故事的話就是 我之前有遇到一個43歲的女性 那她姐姐叫救護車把她送過來 那送過來的時候她就說 她早上8點多起床 發現她妹妹 這聽起來就是 那她進來之後 我們就去問她 做一些理學檢查 神學檢查 發現她確實是一個中風 所以先去做電腦斷層 看了電腦斷層 確定是不是出血的 那是缺血性的中風 我們就打電話會診那個 我們學妹 神經內科學妹就說 學妹 我有一個43歲女生中風 然後會診妳 那結果電話剛放下來 就馬上又想起來 結果是檢驗科就爆危機制 她說K師你有一個病人 血色素只有4 可是中風的病人 血色素有4就很奇怪 那我們就先朝血色素 比較降低來查 應該是哪裡來出血 那比較常見其實就消化到出血 就問姐姐說 最近有沒有解黑便 有沒有吐咖啡色 姐姐也不知道 病人不能講話 所以我想說那就挖大便好了 然後一拖他們就 那個像仙草洞的那個雪塊 也分不出來 到底是從消化到出來 還是從硬道出來 因為看不出來 我就說那我還是 先挖一下肛門好了 結果一挖肛門出來的 大便是黃的 他說應該是硬道的出血 因為病人他已經43歲 然後他說他最近好像 月經不是那麼準 那之前可能來五六天 結果這一次 這幾個月來 每次來都差不多快20天 那他姐姐有叫病人去看 對 可是病人就覺得說 反正就快停經 快停經 他就... 他以為他更年期快到了 其實不是更年期快到 他是因為 那這病人後來我們發現 他其實是我們的所謂的 分水嶺的中風就是大腦他的動脈 兩邊到最末端的時候 那邊血血管比較不好 那病人年紀也到了又抽菸 所以他血管也比較狹窄 所以當他的貧血太厲害 或是血壓太低的時候 他就有中風的症狀出現 不過這種其實還好 就是你幫他灌水 輸血之後 他光是在急診 那肌肉力量就從 只能在平面移動到 可以稍微舉起來 就進展得很快 而且不需要給抗血酸的藥 或看血小板的藥 對 那這病人後來育後 其實還是不錯 我來分享一個 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 經期期間可不可以去補 可不可以去進補 應該不可以吧 應該不行 沒錯 因為那 這個案例非常非常地特殊 就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剛好是我們診所的助理 他是一個瘦瘦白白 然後小小的 身材小小的一個女生 那每次月經都是 大概兩天三天左右就會乾淨 那他那一次呢 因為他媽媽覺得他最近很累 所以想要幫他好好地補一下 那在他月經前之前呢 就是幫他煮了一個很濃的麻油雞 那這個麻油雞 他們家只有兩個人 煮了一大鍋吧 所以就是一天吃不完 第二天再吃 再三天再吃 對 那吃完四天以後呢 他回 他月經就來了 那這次來的狀況非常非常可怕 他整個大鐵崩 然後他上班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整個人就不大對勁 就是臉色很常白的感覺 就是隨時要昏倒的樣子 一般來說我們中藥 可不可以補 其實是可以 可是補的時間要對 像一些比較燥熱 還有他這次麻油漬裡面 放的一些米酒 這些都會讓我們的身體 變得比較上火 它會加強我們整個子宮的收縮 然後酒它本身也是可以活血化育 它會促進血域循環 這些全部加起來 剛好在他月經前面這樣 全部累積起來 就讓他的月經 造成一個大血崩 所以來一次我趕快請他就是 那你就不用上班 然後好好休息 然後多喝點水 然後我開一點點 中醫所謂清熱涼血 然後這劑量比較大一點吧 給他吃 那其實隔天上班 他狀況就好很多了 那我們補的那個要特別注意 就是前三後五的原則 我們以月經的第一天來說 那你往前推三天 跟往後推五天 這段時間身體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太寒冷的跟太燥熱的東西 就要少吃 那如果不補的話 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可以喝什麼東西 可以讓月經稍微比較順一點嗎 那我都會推薦這一個茶飲 梅鮮薄荷茶 男生可以喝嗎 可以喝 對 不能拿個比較順 它的那個成分很特殊 很簡單 就是玫瑰 鮮渣跟薄荷三個藥材 它的甜味會 我放了一點甜菊 這也是一個中藥 它可以增加一點甜味會比較好喝 那這三個藥材它是比較 會改善我們的循環 讓我們整個放鬆開來 我們月經前就不要大力 去推動我們的血液 而是輕輕的推一把 讓它自然可以流出來 這樣就好了 我們比較關心你中藥來源好不好 好敏感喔 真的很中藥 對 現在中藥來源也是很頭痛 對啊 因為我不是有說過 就是因為吃了不明來歷的那個藥 我就那個猛爆性概念 所以那個中藥材 我們來一定要特別去注射 是 我們都是用GNP藥廠的中藥材 謝謝 這一次的那個科學中藥 都有過 都合格 這一次只要是科學藥粉 然後有GNP藥廠 出產的中藥都是合格的 是 因為民眾這麼相信中醫 對 你們也希望 尋求中藥慢慢補 第二個來看一下 懷孕期間要當心 這些問題恐影響胎兒 孕期合併子宮肌瘤 恐怕會怎麼樣呢 會怎樣 早產 早產 其實懷孕期合併子宮肌瘤 可以造成很多問題 包括流產 早產 胎盤早期玻璃 早期破水 甚至胎位不振 一大堆問題 甚至如果肌瘤有時候 產生一種叫紅色變性 它會很痛 甚至有向外長的 它會扭轉 這位一個女生 他來找我的時候是 他說他先前 在健檢的時候發現 有一顆三公分的肌瘤 那麼醫生跟他說沒事 我說對 這是正常的 一般來講三公分 如果沒有症狀 是一般是觀察就好了 結果不幸的是 他第一胎流產 就在那個時候流產了 那之後 追蹤的時候發現3.5 醫生還是跟他說不用處理 那結果他就擺著擺著 又再追蹤一次 發現是五公分 這五公分的時候 就有醫生跟他說 要不要考慮開掉 有醫生跟他說不必開掉 因為當時的觀念 也不認為五公會影響懷孕 或者流產 那結果他就這樣擺著擺著 還沒有 正在想說要不要再多看幾個醫生 就跟你一樣 考慮開掉的時候 居然又懷孕了 就懷孕了 他就想到說他要找我 因為他懷孕了 就跑來問我說 這時候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這涼拌 我說什麼意思 你現在已經懷孕了 你不能把它割掉 你割掉的房子 就是屋頂被拆了 這裡面怎麼住人 這時候不要動 不要動他 所以變成跟小孩 一直在 就和平共存 他說會怎樣 我說他可能懷孕前會變大 你要跟他和平共存 你就盡量散步就好了 不要激烈驗動 就盡量 想辦法盡量臥床 休息 結果他到了八個多月的時候 突然肚子很痛 就跑到產房去急診 發現不對 好像已經十分鐘痛一次 這一看 一放監視器上去發現胎兒在 子宮在縮縮 然後他那一顆瘤的位置 並沒有 並不是劇痛的地方 不是 是整個肚子在縮縮的 就跟他說 你要早產了 還好子宮肌瘤 還沒有真正開 那結果這時候 就是開始安胎 就安到大概九個月了 雖然運氣不錯 也成功地安下來了 我們懷孕的時候 我們這個子宮肌瘤 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都分為子宮腔裡面的 子宮肌肉層的 還有子宮外面的 那現在細分起來 種類更多 那它是哪一型 它是第二型的 第二型什麼意思 第二型就是說 肌肉層跟子宮腔裡面 但是 可是它突向子宮腔 這種肌瘤 對於懷孕 影響是不小的 不小的 就是說像某些型 但這0 1 2 這三型對懷孕的影響 都很不小 那後來也很多研究 發現第三型 在肌肉層裡面的一樣 很多 即使是只有三四公分 也壓迫子宮腔 所以現在不孕症專家 很多也認為說 其實如果一直不孕 但是一顆瘤在那邊 不算很大 你可能考慮 用海部刀把它燒掉 或者開刀把它拿掉 不然的話 可能是它一直流產 或者一直早產的 因素之一 那這位病人 他可能就是有關 他流產一次 早產一次 但那顆後來變六公分 六七公分的時候 產後又回到五公分 那檢查出來 發現是這一型 那當然就是 這個時候拿掉就OK了 其實和平共存的 也滿多的 對 大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存 但是有些病人 天才你知道嗎 他肚子已經大到很大的 肌肉已經二十公分了 他還在 他說沒有症狀 我說你沒有症狀 他說沒有頻尿 出血量不大 因為他位置剛好不在那裡邊 我說可是你不覺得 他說對 我們那天最大的困擾 就是搭捷運 天天都很讓座 我很困擾 都跟他說我沒有懷孕 但是因為我說 你肚子看起來 就六七個月大 這當然是讓座 我說我也要讓座給你 他說問題 這是最大的困擾 我還碰過 偷到呼吸困難才來的 所以已經四十公分 看起來一看 四十公分 一看就是三胞胎的樣子 那會不會破掉呢 我怎麼大 那種破掉比較難 它是宗教信仰 特殊宗教信仰 就是因為它不能輸血 它那種宗教信仰不能輸血 那所以沒有醫生願意幫它開 因為它脫太大以後 沒有人敢幫它開 所以後來那個四十公分也沒開 對 就沒有人幫它開 那這邊要分享的是 懷孕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孕期如果感染這個 乙型鏈球菌 會導致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會導致新生兒的 敗血症跟腦末炎 那乙型鏈球菌 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細菌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產檢之中的話 35週 懷孕滿35週的時候 在一次產檢 我們會做這個 乙型鏈球菌的篩檢 主要就是要避免這樣子的風險 但是有一些媽媽 可能會在早期就感染到 這個乙型鏈球菌 而不是那麼惋惜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 她是一個大概29歲的 第一胎的一個產婦 那那個時候第一次來的話 大概就是十幾週的時候 十五六週的時候 她跟我說 陰道有很多的分泌物 然後會癢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懷孕的過程中 免疫力會下降 所以有不少的產婦 其實會有這樣子 陰道炎的一個產生 我就幫她開了塞機 跟止癢的藥膏讓她擦 她覺得有好一點 但是反反覆覆 在這個懷孕期間 一直都有一些 不正常的分泌物 24週的時候 那她那時候來 她說 醫生她覺得不太 我覺得不太對勁 除了癢之外還有痛 而且現在感覺那個 分泌物臭臭的這樣子 跟原本不太一樣 那你開給我的那些 塞機跟藥膏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就幫她做內診檢查 它裡面的話 就是分泌出來的那個 分泌物的話都是黃的 那好不容易 幫她清理乾淨一點的時候 看到子宮僵僵的是紅腫的狀況 那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發炎非常厲害 那通常看到那種黃濃的話 我們都懷疑是一個 細菌性的感染 所以我幫她做一個 細菌的培養 那當然細菌的培養 要等一個禮拜才會出來 我就說你不能等 因為那個分泌物實在太厲害了 我幫她開了口服的抗生素回去吃 結果沒想到回家之後 她就沒有再回來 兩個禮拜之後 急診打電話給我說 李醫師有一個病人 26週的時候破水 那結果我一去看 就是這個病人 我就說怎麼會突然這麼嚴重這樣子 他說李醫師那個 抱歉你幫我開的藥我沒有吃 他說懷孕的時候 大家都說不能吃抗生素 吃抗生素會影響到寶寶這樣子 所以她沒有吃 我說那既然反正破水了就沒有辦法 就是入院安胎 沒有第二句話 破水了我們不會再讓她回家 因為那個風險太高 到時候細菌就是直接往上走 就直接沒有羊膜 保護到寶寶就直接感染這樣 所以她就住院打安胎針 打抗生素 把她裝胎的監測器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看到 開始有一些不規則的收縮 而且她在急診的時候 也有發燒的狀況 那我們就只好換比較強的抗生素 那那時候往回看 她到底感染到什麼細菌 就是這個蟻形戀球菌的部分 那其實本來蟻形戀球菌的部分 不難殺 我們幫她換了幾次抗生素 她那個收縮的部分一直壓不下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後來到28週的時候 真的擋不住 就早產了這樣子 那時候寶寶才1000多顆 1000多顆 就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像巴掌娃娃這樣子 一點點而已 出來的時候寶寶的呼吸那些都不好 也送到小兒加護病房 寶寶還插管 也是打強效抗生素 後來幫寶寶做協議培養 還是蟻形戀球菌 所以蟻形戀球菌的部分 它就是很容易造成這樣子 新生兒的一個問題 如果早一點發現的話 其實她吃那個口服抗生素 那個時候就會有效 可能就不夠了 對 其實就會有效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 殘檢的時候都會驗這一支細菌 那原則上如果是有 在孕期中35週以後 發現有這支細菌的 我們就是在生之前的 大概四個小時 有打到抗生素 它就有保護力了 所以其實根本就沒有一些 大家會在意的問題 而且就是說 所以在孕期的時候 有任何這樣子的一個 不適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治療 而不是說懷孕的時候 我什麼藥都不敢吃 反而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我們下一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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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